一周来,沙特记者卡舒吉在土耳其上密失踪事件,一直霸占着国际媒体头条。 最近,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卡舒吉已经惨遭杀害。 录音曝光卡舒吉最后7分钟土耳其暑光报17日报道,这家媒体获取一段录音,显示卡舒吉死前曾遭虐杀。 据土耳其消息人士透露,他完完整整地听了一段记录下卡舒吉死亡瞬间的录音。 事发时,有人将卡舒吉从总领市的办公室拖曳到隔壁书房的桌子上,楼下都能听到卡舒吉惨烈的尖叫声。 随后,有人用注射器将某种未知的物质注入卡舒吉体内,他很快安静下来,不再尖叫。 当天早些时候,乘坐私人飞机抵达阿卡拉的15名成员之一的沙特安全部门的法医TU,巴尔给右股剧将昏迷的侠书吉,放在桌子上分尸。 消息人士趁,当时卡舒吉还没有死,整个杀戮过程持续了7分钟。 沙特法医进行之解作业时,还带着耳机听音乐,甚至建议小队的其他成员也这样做。 当我做这份工作时,我会听音乐,你也应该这样做。 录音里可以清楚听见TU,巴尔给的说话声。 美国纽约时报爆料着,土耳其方面,确认了其中5名嫌疑人的身份。 其中一名辩知法医TU,巴尔给此人是沙特法医界的权威人士,担任沙特法医病理学研究会主席,是沙特法医病理学协会成员。 沙特也从一开始的拒不承认与此有关,到目前有美国媒体报道,沙特准备承认卡舒吉在领事馆内被杀。 官邦将给出的说法,是审讯事出了意外。 为什么要杀卡舒吉,对于沙特王室来说,卡舒吉的身份类似霍梅尼、伊朗伊斯兰革命领导人。 沙特王室在改革,沙特王储期望通过自强求夫的那一套,以科技和经济发展,来支持王室的统治。 但对任何封闭且独裁德国家的制度放松,一方面是改革进步,一方面也是引入了一类思潮,经常默契进行预备列宪。 颁布签订宪法大纲,最终引发辛亥革命,伊朗巴列维王朝也积极改革,推行开放文化政策。 最后伊斯兰革命爆发,流亡海外,而卡舒吉的危险就在于,他支持古兰京,但是他不支持王室制度。 他的这种特殊的伊斯兰保守主义能在沙特和反王室力量,得到最大公约束统一。 沙特王室害怕改革,得最后把自己改革了。 沙特心眼看着隔壁伊朗王室是怎么倒下的,不会不懂社会转型,其实社会是弱气这个道理。 夏舒吉一直要求沙特进行政治改革。 2017年,沙特王处小萨勒曼、杰凡府之名,抓了几十个沙特王子,迫使他们交出了上千亿美元的资产。 卡舒吉多次对小萨勒曼及沙特当局,进行了强烈批评。 卡舒吉时常遭受打压,去年,在失去了背后的支持力量后,卡舒吉开始流亡。 2018年,卡舒吉在美国建立了一个新的政治组织,名叫在阿拉伯世界实现民主。 就现在,Democracy is a up-water node,鼓励人们投票。 据《六约时报》报道,他还计划开设一个网站,专门发表从阿拉伯语翻译陈英文的报告, 以及是沙特目前的经济社会情况,因为卡舒吉认为很多人并不清楚沙特腐败状况的严重,以及石油财富的局限。 卡舒吉近年来的行为激怒了沙特高层。 作为记者和曾经的情报人员,他掌握了不少沙特政坛内幕, 而这可能也为他的遭遇埋下了伏笔。 10月2日,卡舒吉为了跟自己的土耳其女友结婚, 不得不前往沙特驻伊斯坦布尔的领事馆班一个单身证明,从此再也没有出来。 但说沙特王主一开始就想杀卡舒吉是不对的, 沙特最开始的想法,应该是招安卡舒吉,或者威逼卡舒吉在军伊斯兰世界认错,最终并没有成功。 对沙特来说,一个死的卡舒吉,虽然比不上一个回头的卡舒吉,但是也算好事, 唯一的问题就是杀人过程被全城录下来了。 沙特特工没有摘下卡舒吉随身佩戴的苹果牌手表, 而卡舒吉的手表和苹果手机上导了一个数据同步, 最后这些证据到了土耳其手上。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又和卡舒吉拥有同样的伊斯兰保守主义的政治理念, 于是事情就被捅了出来。 沙特怎么摆平此事? 沙特想要平息事件,问题的关键是两个国家, 美国和土耳其。 10月16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紧急被蒂利亚德, 与沙特国王及王处会晤商讨失踪沙特及记者仪式。 纽约时报17日程,蓬佩奥一落地, 沙特向美国承诺支付的一亿美元就到账了, 人刚落地,马上交钱, 丁金先给一亿美元, 媒体给出的理由是, 这一亿美元是沙特今年夏天对美国做出的承诺, 美国从伊斯兰国手中解放了叙利亚部分地区, 这笔钱是为美国做出的努力而支付的。 随后,特朗普立刻为沙特开拓, 他表示,这件事听起来像是与一些流氓杀手相关。 华盛顿《流报》16日的文章, 叫特朗普称为交易型总统, 并指责特朗普政府为利亚德在外交上收拾烂摊子。 美国之外,土耳其的角色更为关键, 因为他们握有证据。 据报道, 土耳其调查人员17日进入官邸搜查, 一调查沙特级记者, 蒋麦雷巧书记失踪一事。 土耳其内政部长苏赖曼索伊鲁, 17日呼吁, 对事件调查保持耐心。 他表示, 所有人应该等待调查结果, 土方将做透明调查, 并与其他国家分享结果。 根据沙特给出筹码, 土耳其能够自由掌控透露证据的多少, 土耳其可能会 打将其谷搜查一顿, 然后说没找到足够证据, 就此成了悬案, 希望实际让大家待望一切, 也可能说这是某些特攻机关的中下级军官乱来, 违背了政府本意, 让沙特政府道歉了, 让那几个被锅的倒霉蛋受处罚, 或者最终谈判破裂, 土耳其把所有证据都抖出来, 但沙特辞不认账, 最后美国大海制裁后摆子轻轻落下, 具体会出现那种情况, 这要看三国在背后如何交易了。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